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到底有多高? 看她穿三分裤的样子,网友,是我眼花了吗?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除了颜值以外,身材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所以说每一个女孩子都想要拥有出众的外在形象 在外形条件比较好的前提下 那么身材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相比较之下不管是娱乐圈当中的女星 或者是模特圈当中的模特 她们的身高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有的女生虽然说身高不是太高 比较普通的话,那么她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穿衣打扮 或者是一些服装来使得自己看起来显得更高 对于女孩子来说,身材比例是尤为重要的 就比如说相同身高的女孩子 如果说腰线更高一点的话 那么就会显得腿更长,给人一种非常高的即视感 要说这样的女星 那么今天小编要给大家提到的就是迪丽热巴了 迪丽热巴出道这么多年以来 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一开始人们都是因为她帅真的性格非常的喜欢她 因为她平时比较喜欢吃 所以说也是被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胖迪 其实迪丽热巴的身材并不胖 她的身材反而非常的纤细苗条 出席活动的她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惊艳 其实迪丽热巴的身高并不高 也只有1米65 但是她非常会懂得发挥自己的优势 平常也特别会借助穿搭来使得自己看起来更高 就比如说迪丽热巴在参加一档节目当中 她只是穿了一件小皮衣搭配毛边小短裤 因为短裤比较短 所以也是将她的大长腿一览无余 看起来给人一种非常高的感觉 很多网友看到这里的时候 纷纷地表示是我眼睛看花了吗 不得不说1米65的迪丽热巴能够穿出这样的即视感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她是非常懂得穿搭的 如今的迪丽热巴不仅时尚资源丰富 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相信这么优秀的迪丽热巴 能够在娱乐圈发展得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